HELLO大家好,我是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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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今天我要為大家帶來螞蟻地獄集的攻略解說 首先,這張卡片我會強烈的建議大家一定要入手一張 它是機械組少數可以無視著樂地形的隊員功能卡 同時,它還有一個固板,所以最多我覺得練到兩張都是非常值得的 並且它還有一個最特別的功用,可以直接幫機械組的行動值直接提升到100% 還有一個增傷的效果,總而言之練了絕對不虧 好,那這次地獄集的位置比較特別的,會在中間的地方點活動關卡 滑到最下面就可以看到我們這次的地獄集了 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帶來地獄集的攻略解說 首先我們雙巴龍來進行速刷,隊員的部分帶上-CD2的龍科,雙隊長帶增傷龍科 不同畫面的位置去擺放隊員就可以來速刷啦 好,那我們首先一進關 這邊我們可以先開顆雷 再開毒龍的E技能 再開巴龍 那這邊有排珠,所以我們只要走紅綠燈 並且排成畫面中的這個六池行的珠子手銷整半就可以帶走敵人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二關 這邊我們可以直接開巴龍 再開打貢,點光跟木珠 一樣是固板帶走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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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來到第三關 接著我們來到第三關 這邊我們先開巴龍 再開打貢,點光跟木珠 固板帶走敵人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四關的第一條寫梯 這邊我們開巴龍 並且拉你開那隻巴龍的角色珠 然後一樣是固板帶走敵人 接著來到這一關 我們可以先開巴龍 再開我們的法格恩 照我們右上角提供的轉珠路徑 手轉梁祖水時智 那這邊有轉到梁祖水時智 就有機會可以帶走 右上角轉珠的路徑可能有點複雜 但是你也可以靠自己的手轉 只要轉到梁祖水時智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照我的轉珠路徑走 來到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比較特別 首先我們必須先開顆雷 然後再開我們的巴龍 最後開龍科能力 拉角色珠 首先這邊要分兩個步驟走 第一個就是先拉角色珠走紅綠燈 然後接著回歸原位 最後我們在這個水珠起手 走這步再走這步 畫面中是呈現這個版面就可以了 這邊要分兩步驟去做一個手軟 那有開顆雷的話就是牌珠 所以說直接牌珠解23盾 應該是蠻輕鬆的 接著我們直接進入到了第六關 這邊我們直接開巴龍 這個暗珠起手 然後手轉 七組的屬性珠 照畫面中的轉珠方式 那盡量不要碰到這個地形 那不然那個起手的暗珠就會變成火珠 會麻煩一點點 好 這邊就順利來到王關啦 王關這邊先空轉一回合 接著再開獨龍的二技能 繼續空轉 好 這邊再開我們的獨龍一技能 再開我們的巴龍 拉副隊長的角色珠 固板帶走敵人 固板帶走敵人 最後我們這邊開巴龍 開我們的法格恩 再開打貢 點水珠 兩下 好 接著最後這邊我們在 照畫面右上角的轉珠方式 固板帶走敵人 那麼以上就是巴龍的一個通關結束啦 接著我們從大破仁來進行通關 這邊水晴黃跟鑽石的 都一定要帶-CD2的龍刻 雙隊長使用黑金龍刻 這邊我們直接進關 跟大家做一個通關上面的講解 那下的隊員都可以換成功能類似的功能卡啦 好 那進關的第一關 這邊我們直接先開隊長的二技能 隨便點兩顆珠子 再開水晴黃 點水珠跟暗珠 這邊要走紅綠燈 並且轉完珠之後 消除六珠以上的屬性珠 有達成以上的操作 基本上就可以過啦 接著我們來到第二關 這邊我們開副隊長的二技能 隨便點兩顆珠子 再開副隊長一技能 固板帶走敵人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三關 這邊我們先開隊長的二技能 點水珠 並且我們把火珠放在最左下跟最右下 那這邊不要手消火珠 帶走敵人 這邊可以打大概十八下左右的連擊 接著再開副隊長二技能 點水珠 點完水珠之後 畫面至少要剩下兩顆以上的火珠 這邊直接拉副隊長角色珠 且不手消火珠 用疊珠的方式把角色珠消除掉 有多人以上的操作 接著再開龍科做一個增傷 那龍科就盡量高分 主要是增傷使用 那這邊那個連擊就可以帶走敵人啦 接著我們進入到了第四關 這邊我們首先先開隊長的二技能 盡量的把水珠點出來 再開克萊因 拉克萊因的角色珠 並且先嚕珠 因為克萊因的技能是 首四顆珠只會嚕出火珠來 那嚕完珠之後 接著我們再進行排珠 這邊水珠至少要削三珠以上 並且排完珠 克萊因的角色珠要進行首削 那這邊排珠通關 那可以不用管灼熱地形 克萊因本身可以無視灼熱地形 80%的一個傷害量 排完珠之後 傷害非常夠 帶走敵人 接著來到下一個血條 這邊先開隊長一技能 再開副隊長的二技能 點水珠 這邊點完水珠至少還有十顆以上的水珠 接著直接進行手轉 轉出兩組的水時制 並且這邊要注意整版是一消的關係 所以多的水珠請不要跟兩組水時制連在一起 以免沒有達成消除兩組水時制的條件 這邊有達成消除條件就可以過了 來到第五關 接著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 點隊長的二技能 把水珠火珠盡量點出來 接著再開各個額 拉指定的角色珠起手 走完紅綠燈之後 進行排珠 這邊要排23盾 好 那排珠排完23之後 就可以帶走敵人 這邊務必要一回合帶走敵人 不然 你就會被打死 好 這邊一回合排珠之後 帶走敵人是沒有問題 接著我們就來到了下一關 第六關這邊 我們可以開副隊長的二技能 隨便點兩顆珠子 再開副隊長的一技能 火珠起手 往右邊一格 這個固板帶走敵人 這邊我們就直接順利的進入到了王關的第一條血條啦 這邊首先我們先開鑽石 把水珠跟火珠做一個消除 先攻擊敵人 那就會被反擊 這樣就可以有機會 好 那這邊來到第二個回合 這邊點隊長拿破仁的二技能 點水珠跟火珠 並且消除水珠跟火珠 這樣就可以打大約是一半的血條 好 再來我們開副隊長的二技能 一樣是把火珠水珠點出來 那這邊就盡力的手轉 這邊轉完珠就可以帶走敵人了 那接著我們就來到了最終王關 這邊首先我們先開隊長的二技能 隨便點兩顆珠子 再開水晴皇 點水跟新珠 固板 然後這邊先確認天降下來沒有火珠 那沒有天降火珠我們再開龍科 那這邊龍科一樣是盡量的高分 主要是來增上用 開完龍科就可以通關了 以上就是拿破仁的一個通關解說 最後我們石風王來進行通關 這邊隊長我們帶的是龍符 只要能夠綠珠的龍科都行 隊員的部分就照畫面中的配置 好那這邊我們帶進關 做一個通關下面的講解 那麼這隊可以解這個泉水成就 好那我來到第一關 這邊首先我們可以先開副隊長的一技能 再開特哥的一技能 並且走紅綠燈 除此之外我們這邊水珠盡量做一消的隔開 剩下的珠子 屬性珠的話盡量消除 火珠的話用疊珠的方式消除掉 那這邊 包含水珠總共有消六珠以上的屬性珠就可以過了 那如果說你版面上面一開始水珠不太夠的話 你可以考慮開個克蘇魯去把水珠轉出來 好那這邊有達成指定的消除條件就可以過了 然後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先綠版面 先把火珠 這邊直接手消掉 好今天的第二回合 這邊我們再開特哥的二技能 然後這邊直接進行一波手轉 那如果說你覺得屬性珠不太夠的話 你可以再綠一回合版面 比如說像是這樣 我覺得這邊好像屬性珠不太夠喔 那我這邊就把新珠綠掉 好 這邊屬性珠很多之後 這邊要做的事情就是 直接手轉消除七珠以上的屬性珠 加上 我們要把水珠全部手消掉 這樣就可以帶走敵人 好更正六珠屬性珠以上就可以 一起帶走敵人了 如果還可以的話做個全體攻擊 會比較舒服 來到第三關 這邊我們先隨便消一組珠子 並且我們把火珠放在最左下跟最右下的位置 然後這邊不手消火珠 第二回合我們可以開夏瑪西隊長的二技能 再隨便消一組珠子不要手消火珠 好 接著最後這邊我們就直接手轉啦 然後不要手消火珠 火珠可以用疊珠的方式去做個消除 剩下的就直接手轉帶走 好 這邊直接通關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來到了第四關 這邊我們直接開特哥的二技能 並且盡量把白眉上面的水珠 隔開消除 消三組以上的水珠基本上就可以過啦 那最多當然是消五組的水珠是最好的 可以不用管佐熱地形喔 因為佐熱地形傷害並不痛 好 接著來到這一關 我們可以開隊長的一技能 並且直接進行手轉 這邊重點是要消除十顆以上的機械珠 就可以無視這個十字盾了 所以這邊並不需要轉兩組的水十字 第二段我們直接進入到第五關 第二段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先想好版面要怎麼排二十三盾 想好之後 接著我們再開水吧一技能 拉指定的角色珠 先走完紅綠燈之後再進行排珠 那這邊有十二秒的機會 給你去排二十三盾 排完之後 最重要的是要開龍科 這邊開龍科主要是為了綠珠 建議大家是把所有的火珠給綠掉 那這邊龍科並不一定要分數很高 但你用完龍科 一定要把所有火珠給用掉 那這邊我們只有1000分的龍科分數也沒差 這邊主要是綠珠而已 好這邊把所有火珠綠掉之後 接著我們進入到了第六關 這邊我們隨便一顆珠子起手 火珠起手是最好的 然後接著剩下的珠子全部隔開消除 這邊總數要消除七組以上的屬性珠 才有機會能夠帶走中間的敵人 接著我們直接進入到王關 在王關的第一條血條 好 首先我們先開隊長的二技能 並且隨便消一組珠子 再來我們開副隊長的二技能 再隨便消一組珠子 接著我們可以直接先空轉 再開副隊長的一技能 然後再開副隊長的一技能 接著開副隊長的一技能 再看副隊長的三技能 接著開副隊長的一技能 還有副隊長的三技能 這邊就可以直接進行手轉了 這邊就可以直接進行手轉了 那個減傷幅度夠多了 這邊就盡量手轉 帶走敵人 來到了王冠的第二條血條 在這邊會建議各位 可以先開薑紙牙 再開水疤二技能 基本上這時候已經有蠻多的新珠跟水珠了 那我們再直接手轉就行了 這邊就消除總數是無主數量的水跟新珠 在畫面中是這樣 然後卡珠子不要消掉就行了 那這樣應該就過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攻略影片 如果說想要看到更多神魔之塔的影片 不要忘了開按下你的訂閱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也不要按下免費的喜歡 那我是HuKai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掰掰 啟動又是開心的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